拆一点生菜回去包春卷 这个韭菜也开得还不错 把它剪回去 我们香菜类都拆好了 整包回去清洗 水滚了我们来煮米线 这是干的米线 这里有100克的干米线 米线大概煮8-10分钟 我们米线煮熟了 这样子的米线压下去就断了就可以煮熟了 我们把它过冷水一下 我们来调鱼露酱 这边有冷开水 鱼露 柠檬 柠檬 糖 辣椒 蒜头 我们先开始调 我们先放糖 放到水里面 放到水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来放梨露 我们来放梨露 放辣椒 放辣椒 辣椒就看自己要吃辣一点就放多一点 不能吃辣了就放少许就好了 我们 我们这样子就调好了 我们开始来包春卷 我们包春卷的材料有 花生末 一碗温开水 我们刚烫好的米粉 有豆芽菜 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发的豆芽 然后还有一些生菜 就是还有一些香菜类的 薄荷叶的 还有虾仁 猪肉 黄瓜 红萝卜 韭菜 这个韭菜 看它表面有斑点的 因为是之前那个夏冰堡 把它打伤了 所以它表面都有点受伤 还有春卷 我们开始来包春卷 我们的材料有点复杂也有点多 我们的春卷皮要锅下温水 我们的生菜有点长 可是我们要折到我们想要包的春卷的长度 摆在这里 我们来上一点豆芽 我们来上一点豆芽 少许的花生 少许的花生 把它对折起来 这个时候 我们要放虾仁 还有韭菜 摆好了 我们就可以卷了 非常简单 这样子推过去 我们就可以包完了 春卷皮 春卷皮 过一下温水 它有一个粗面跟亮面 我们亮面摆底下 我们生菜要折到我们要的长度 对折 放在最上面 我们来少许 豆芽 黄瓜 红萝卜 米线 米线 只要取 这么多就好 不要取太多 米线 米线 太多包起来胖胖胖的 少许花生 我们开始 卷 我们放一个香菜 薄荷叶 开始卷 开始卷 我们卷 一折 我们可以开始对折 边边 我们来包露 一片露下去 韭菜 我们这样子就包完了 要两面都要 过到水 因为它是干的 生菜要得到我们要的长度 黄瓜 黄瓜 红萝卜 豆芽 米线 炒 焦取花生 香菜 对着 对着 我来铺 我来铺蝦 我来铺蝦 韭菜 这样子就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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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完了 一遍 我来铺拔牛 我的